大家好,之前给大家介绍了通过Inside Face Swap来实现头像人脸的精准替换,解决了Mid Journey做头像不像本人的问题。 有了这个神奇的换脸机器人,我们现在可以尝试多种不同风格的头像。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,如何来做极简主义风格的头像。 先给大家看看成品图片吧。 极简主义是二战之后流行的艺术派系,英文名字叫做Minimal Art,作为对抽象主义的反动而走向极致。 如今,极简主义已经升华成一种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。 在Mid Journey中,如果想创作这些极简风格的图片,就必须要掌握关于极简主义的关键词。 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Minimalist Art,中文意思就是极简主义。 除此以外,还有抽象孟菲斯,平面插画,矢量插画,几何形状,头像特写,单色线描和艺术家派系等等。 当然在Prompt中,我们需要把这些风格关键词翻译成英语,像我用的最多的翻译软件就是谷歌翻译和DPL翻译。 DPL是我同事推荐给我的,用起来感觉还不错。 在Mid Journey的提示语中,我通常习惯把Prompt组成分成主体、风格、参数三个部分。 主体又可以继续细分,人物、地点、时间、动作、衣服等等。 风格也可以继续细分,构图、色彩、渲染器、清晰度等等。 我们今天要做的极简主义其实就是风格的一种。 下面正式讲解教程。 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Prompt,我会把提示语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区。 首先我来解读一下我的提示语。 A cute girl with brown hair, wearing a school uniform, holding a kitten,棕色头发的酷酷女孩,穿着学生制服,抱着小猫。 这就是主体,包含了人物,发型,衣服,动作。 下面是风格关键词。 Light purple background, minimalist painter style, abstract Memphis, flat illustration, vector illustration, style of Japanese Master Ichiro Tsuruta。 淡紫色的背景,极简艺术风格,抽象孟菲斯,平面插画,实量插画,日本艺术家赫田一郎风格。 这些并列的关键词就定义了做图的风格范围,最后是参数的设置,图片长宽比例,尼击五模型,风格表现力强。 风格化程度750,把所有的这些关键词组合在一起以后,就是完整的提示语命令。 然后我们把这个提示语发送给Mit Journey机器人,在输入框中输入斜杠Imagine,然后把提示语复制粘贴过来。 然后回车键,稍等一会,等待机器人做图完成。 我建议大家在做图的时候,同一个提示语,一定要让机器人多做图片,重复做图十次左右,然后找最好看的图片,因为做图就像开盲盒,做图的次数越多,得到高质量图片的概率也就越大。 除了点击图片的刷新按钮,可以再次做图以外,还可以在提示语的参数中,添加二二十,就是重复做图十次的意思,就不需要重复去点击刷新按钮了。 在创作的图片中,找到自己最满意的几张图片,点击优加数字,就可以放大指定顺序的图片,然后可以在浏览器中打开图片,这样查看的是原始图片,可以保存到自己的电脑。 创作极简风格的头像步骤就已经全部走完了,最后和大家说说,大家掌握了极简主义的关键词以后,可以灵活变通使用这些关键词,创作更多不同类型的极简主义的头像,比如更改主体的内容,把酷女孩改成可爱女孩或者温柔女孩,可以选择戴眼镜或者帽子,色彩也可以尝试多种不同的颜色, 关键词的使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,博主还会继续和大家分享Meet Journey不同风格图片的创作教程。 欢迎大家订阅一波,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